好 那我自己才剩下20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就是這20分鐘就繼續沿著這個方塊圖啊 然後我們就繼續來講 那我覺得這個方塊圖就是一樣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你今天在講 你要怎麼在體驗腦袋中勾勒出這個雷達系統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機會做雷達 你跟其他的像是硬體工程師 或者是接線工程師在討論的時候 你會大概知道說它是在雷達系統的哪一塊這樣 然後也就是說有一個 剛剛上一堂課講的一樣 就是雷達系統 你的這個環境建制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環境是越逼真 代表你的接收端的有效法評估可以越準確 那這個就是這一頁 我簡單再做一個最後的這個小統節 好 那陳剛剛那一頁方塊圖 我們就來稍微數點一下 就是大概有哪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邊大家可以先get到一些專有名詞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知道說雷達有這些事情 那我相信這些專有名詞大家在前兩堂課看影片的時候 你們也都多少有聽到過 那我這邊就簡單的講一次這樣 好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跟我們這堂課最直覺有相關的 就是這個Digital Signal and Data Processor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學習跟相關學習的課 最主要要圍繞的事情 因為這邊就是有最重要的這些 圈套處理的這些連算法的開發 還有資料處理的這些連算法開發的一些思維 那大概有哪些事情呢 就是 就是 好 就是前端的工學有希望可以付出在場同學的問題 好 OK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就先繼續 那如果我待會有任何問題 我忘記付出在跟我提醒一下這樣 好 謝謝 那就是說這個第一堂課 這一頁推文講的就是說我們要清理一下就是說 這些演算法的開發大概有哪些東西 那當然比較主要的 主要的演算法開發成 固定這類型有機會講到 那就是就是延續下的類型 我們可以繼續分享這樣 好 那我們來稍微一個一個 就是我們構思錄一下這樣 那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在講 Digitalgence Meter要設計一個波形 那在雷達處理裡面 那波形設計大概有分成兩種 那第一種就是這種Post Conversion Wave Home 那這個具體Post Conversion是什麼 我們之後的課會講 那大家先知道就是說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說 你今天會設計一個脈衝 你的波形就是這樣設計一個脈衝 然後它會有點像是有一種壓縮的感覺 那這個壓縮就是當然會有對應的好處會發生 那這個我們細節我們之後再講 那大家先記得就是說 你雷達在傳送波形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像是脈衝 然後它會有做一個類似 壓縮的這樣的技巧 那另外一種波形可以把它叫做是Face Coded Wave Home 它主要是透過你的波形就是去改變 就是你的波形有很多個取樣點 那每個取樣點都有不同的Face效能 那它就是透過去設計這些Face 成為你雷達傳送的波形 所以大概在雷達的傳送端的波形設計上 會有兩種指紋 第一種就是做Post Conversion 第二種就是Face Coded Wave Home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是在雷達 Digital Transmitter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它就是要去做這個 Wave Home Generator 那 Wave Home要怎麼設計 這就是雷達一個可以根據你的需求去設計的一個空間 那接下來有幾個 尤其是綠色這幾個字所標示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這幾件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 Match Building 那相信這個大家在大三或者大二學這個送路系統的時候 它一定在本書你們都會有想到第四章法 就是會學到這個 Match Building 那Match Building大家對這個的印象是什麼? 講到Match Builder它其實就是要去Maximize SNR 那這個怎麼去Maximize SNR以及Match Builder這些原理 我們之後課程也會講到 那這個東西會跟大家在這個空間系統所覺得到Match Builder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這邊Match Builder那麼重要 我在猜疑就是大家可能在學的東西系統之後會想說 那個Match Builder好像不是那麼好用 因為你要把你的接收訊 轉成接收的訊號跟隱私的傳送訊號 做Auto Correlation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在做通訊 你會想說 但是我的傳送訊號如果它不是隱私的話 它還有承載很多的所謂的Data Piece轉換成的這個Data Modulation Symbols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隱私訊號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做Match Builder 這是我之前自己在學的通訊系統的時候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那當然你在通訊系統裡面 你如果說我今天如果說我的傳送訊號是隱私的 譬如說在通訊系統速度就是Treamble 或者是Training Sequence的話 你有隱私的訊號 我就可以把我接收到的訊號跟隱私的訊號做Auto Correlation 那就是所以大家可不可以回答其實剛剛我們講 雷達如果你的Transmitter跟Receiver是在同類Data上面 你的Receiver基本上你知道Transmitter在傳什麼訊號 所以你會有所謂的Transmitter的隱私訊號 所以你的雷達的接收端你就可以把你的Receiver signal 跟你的隱私的Transmit signal做Auto Correlation 那其實做Auto Correlation就是在做Match Builder 所以你的Match Builder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記得Match Builder不是要Maximize SNR嗎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通訊系統的學習裡面 是不是它有個影響 就是說你Maximize SNR 你會找到一個Pick點 一個其實就是Auto Correlation的Pick點 那那個Pick點其實在雷達裡面為什麼重要 因為它就反映出了你Target距離你的距離有多遠 當你找到那個Pick點 你就可以在那個Tine Domain上面去推估說 這個Target距離你的Rage Distant Range有多遠 所以這是Match Builder在雷達系統裡面的重要性 那接下來兩個詞也是先跟大家帶過 因為這兩個詞就是Moving Target Identification跟Doupper Processing 這兩個算法都是跟Target的速度是有關係的 因為當我們講到Doupper這個詞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反映著跟速度有關係的處理 那Moving Target Identification 簡稱MTI 它其實也是一個就是在速度的Domain上面做一個判斷的一個技巧 那這個細節我們之後再講Doupper Processing的時候回來講 那請大家就是先知道這個詞 就是說像MTI這個字 它顧名思義就是說它要把你的這個Moving Target的Street Out取出來 那Doupper Processing就是在速度上面的準備 速度這個準備上我們要做一些處理 好 那第五個就是所謂的Informing 那這個東西相信大家在做Re-processing的時候都比較熟悉的 那我們雷達有可能是 通常人家雷達都是二文的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Performing 其實往往不是像課本所教的 就是只有可能只考慮一文就夠了 可能只要考慮二維這樣子 那因為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我們有這個Elimus 有方位角 然後Elevation 羊角都是需要我們去在乎的 那你的雷達像我們在視頻上所看到雷達 它往往都像是一個 這個Base Array的雷達都是一個平面 那一個平面它是一個二維的嘛 那你就要掌握兩個維度 所以你的Beforming跟角度有關係的這個Beforming 你要做就是往往不只有一個維度 你要兩個維度一起去考量 又或者是兩個維度各自獨立去做考量 這都是可以在雷達的Beforming的這個技巧上面 可以去設計的空間 好 那下面幾個黑字的詞就是希望大家先看過 那在這個學期的課可能比較沒有機會就講到 那我們就是從字面上意思先跟大家總過一次 讓大家知道有這些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Constant Force Alarm Rate Detector 那過敏實意它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可以控制你的Force Alarm Rate 就是你的誤報率 你假定你的誤報率是給定一樣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去設計一個Detection 那去滿足一些就是符合你認為可以做到最好Detection的條件 那這個東西就是細節我不先不講 但是顧名思義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可以先給定一個Force Alarm Rate 那你再去設計一個Detection Detector的這樣子類似的演算法 好那第二個是Clutter Mapping跟Seperation 那剛剛其實我沒有提到就是說在雷達系統裡面 Clutter它一直是一個蠻柔衷的東西 因為Clutter它可能是從你任何你不想要的回波 從你不想要的東西反彈回來的回波 你都可以把它視為Clutter 所以你的地上你雷達擺放的位置 你的地上或者是你雷達在海上 那些海所反映回來給你的回波 它統稱是Clutter 那你是不是可以正對這些Clutter的特性去做一些Mapping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Mapping的手法 你知道說幫助理去判斷說OK它是雜坡 那我不要去看它 我也不想要投入我雷達的電子掃描資源在那些雜坡上面 那你是不是有個Clutter Mapping的手法 就Mapping說 方數理去判斷說它是雜坡 又或者是說你已經知道它的雜坡 你有辦法去意識它 你有辦法去意見它 因為雜坡的話 比如你可以想像你電磁波打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的地板反射給你回波 但是地板是很大的 你比如說我現在這個雷達從我這個方向這樣子看出去 我照照出去 我電磁波照出去 如果我的電磁波沒辦法在上下做好的這種Mapping的話 我電磁波是直接在上下的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楊短的部分 就上下的這樣子 我是整個輻射出去的 所以我下方的電磁波的輻射量 是會一直撞到地板 一直滿射回來給我的 那地板它又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物體 它是一個避不開很大的物體 那你比如說你今天要怎麼樣去 依製地板的雜坡呢 舉例來說 我今天我電磁波照出去 我如果在我的低速區域 或者是沒有速度的區域 我判斷它是速度 比如說判斷它是速度為0的話 因為地板基本上不會移動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收到 然後我在Dopper Spatron上面 我在速度的這個評估上面 我收到這些速度為0的訊號 我可能就有很大的信心說 它應該是地板雜坡 因為地板基本上是不會動的 假設我的雷達不動 那地板的雜坡 我所真知道的地板雜坡 它速度比向上它應該是為0 又或者是說有些誤差 至少它不會離0太遠 那我就認為它是Clarton 我就不要去看那個 低速區域的地板的雜坡 就是這個Ground Clarton 那又或者是說Ground Clarton太大 那我們都知道訊號在實際上 它會有所謂的Mano 或者Style 大家先聽到這些字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能量 地板給你的這個雜坡能量太大 有可能你的這個不理想的Style 它的量級很大 甚至會把你隔壁你的鄰居的能量把它淹沒了 那這樣子怎麼辦 你是不是有機會透過一些數位訊號處理的手法 去壓抑這些雜坡所造成的影響呢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議題 那尤其是如果大家在情報報告有興趣 會需要處理的方式 那也是在大部分從2000年開始 一個蠻熱門的研究題目 它叫做Space Time Adaptive Processing 那它其實就是在用Adaptive Signal Processing的方式 去做一些Adaptive的Binforming的設計 那就像剛剛同學有講到說Binforming是不是有設計的空間 答案是有的 那也會使用到像是大家在學校所覺得到這個Adaptive Signal Processing 或Adaptive Signal Processing相關的知識 那你可以看到說它其實就是在Space跟Time這兩個組別上面 這兩個組別上面其實大家都很直觀 因為Space Array 雷達它其實就是有很大的這個array 大型的array 那array其實在乎就是這個所謂的空間上的這個domain 就是Space Facial Domain Space這個domain 那我們今天講到訊號 訊號基本上就是時間的函數 所以你當然你在接收訊號的時候 你的訊號就是每個時間點都會收到不同的詞 那這就是所謂我們從大二開始學這個訊號系統 就在講這個就是訊號就是時間的函數 所以你今天你在雷達上 你在這個Face and Rain雷達上面 你就是本來就是需要考慮這個空間跟時間上的處理 那你是不是有機會把這個Adaptive Signal Processing 這些相關的知識把它運用到這個 這個雷達系統上面 那當然 你要做這個Space Time Addemptive Processing 它當然一定有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其實大概就是要去處理這個 上面講這個Cluster 所以Space Time Addemptive Processing 它簡單的Step 它也是一個處理Cluster的手段 那這個是一個蠻 在從2000年開始一個蠻熱門的研究題目 然後也在這個Transaction on Signal Processing上面 可以用很多的期待很多經典的期待 那這邊現在所講的就是剛剛也可以讓大家成為一個 如果你期末報告的機會的話 這些都是一個你可以選題的一個 選題的一個那個題目的候選 那接下來我們再講一個就是這個Target Tracking by Common Builder 其實我們剛剛在前幾檔課都有講過 就是說你的雷達 你真摯到物體之後 你希望去追蹤它 你希望去追蹤它 它是怎麼移動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使用到Tracking 相關的這些演算法 其實這些Tracking的演算法 背後的主要精神 就是大家在Attemptive Signal Processing裡面 所學到的這個 Common Builder 那希望這個跟雷達的Target的追蹤相關的事情 也算法介紹可能下一個機會再跟大家提到 那當然你知道追蹤之後 你就會希望說如果我們追蹤 其實它追蹤不外乎就是說 你對於一些你偵測到的Target的Data 去做關聯性 去做一些Association 所以有些人也是直接把這些Data Target Tracking的這些相關的事情 統稱在這個名詞上面 就是DataAssociation上面 那這個東西就是跟雷達追蹤 以及就是說你把它認為是同一個Target的Data 如果你先追蹤到 你先判別出兩個Target 然後你要去判斷說 它是不是在同一條軌跡上面 那你是不是要去關聯它們的 你所偵測到的這些Data 那所以就是Tracking跟DataAssociation 就是綁在一起的一個大範疇 就是讓你去做討論這樣子 那最後有兩個 就是倒數第二個 就是這個Target Classification 那這就像剛剛有提到 就是你雷達 你除了偵測這個Target 它所在的坐標位置 以及它的速度 以及它的潔面積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透過雷達 這個電磁波的微波的反射 去判別說這個Target是什麼呢 或至少你可以去對它做一些分類 所以你舉例來說 你舉例來說 無人機跟小鳥 你希望你可能覺得小鳥沒有危險性 但是你再握的是無人機 又或者你是坦克跟一般的轎車 坦克如果靠近你 你會覺得有危險性 那如果是一般的民間的轎車 你會覺得OK 那這個你要怎麼去判別 這個也是在雷達的訊號處理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做它的分類 那最後就是也是跟大家提醒就是說 這個Based Array的校正 數位的數位校正的演算法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就如我們前幾堂科 一直所提到 包括有些同學有問到 就是說這種大型陣列 其實都會有一些誤差 你很多電子元件都在一起 難免都會有些誤差 又或者是說你想要買 比較便宜的電子元件 你靠你比較厲害的這個 數位炫耗處理的校正演算法 去做一些誤差 讓你的電子元件 購買的成本可以下降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校正的事情上面 在整個雷達系統 整個Based Array 其實也不限定是雷達系統 就是說只要這種大型的陣列 相信都會遇到這種 所謂的校正的問題這樣 好那這邊就是 跟大家go through一次 就是我們今天整個學期的課 或整個學年的課 在講這些數位的訊號 跟資料的處理 大概有哪些事情 那這些也是主要是 我們整個課程裡面所會講到的 那當然就是說 同學如果從這些 演算法的角度去思考 你就可以去判別說 我什麼樣的演算法 可以幫助我在雷達系統上面 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又或者說 我如果開發什麼演算法 我可以去預期說 我應該在哪一個階段 我要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或者我要怎麼判別說 我得到的資訊是夠好 什麼叫做夠好 什麼叫做不夠好 那又或者說 我可以去幫助我去判斷說 什麼樣的target 或者又或者去幫助我去決定說 這個target飛行的軌跡是什麼樣子 那我可不可以做進一步的決策 那這些就是都跟這個 演算法開發有關係的事情 那也是我們整個決定的主要的範疇 這樣子 好 那時間大概是現在是4點50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先停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次也會出去把這一份 Lecture 1的投影片把它講完 那就是也希望大家就在Lecture 1的投影片 就是聽完這個Lecture 1 你們會對整個雷達系統有一個見解 跟一個判斷 然後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今天先停到這個35頁 那也是希望說大家可以快點去找 你的期末報告的題目 然後期末報告的題目 我不預期大家需要找得很難 但是就是希望你們可以把一個小技術把它講清楚 然後可以的話就自己做個模擬去 把你自己所讀到的東西把它做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是這邊 尤其是30頁頁這個投影片 這邊列出了一些關鍵字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盡快的去尋找期末報的題目 那可能下次就會希望大家可以開始準備的來回報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去參觀那個 我第一次的投影片有期末報告的題目的建議 那期末報告你也可以從教科書裡面 每個章節後面的Ribbon去找 那雷達的教科書其實 如果你們就是登錄台大的帳號 你們是有辦法在網路上面合法下載的 就是只要登錄你們學校的帳號 然後去搜尋 我記得好像在IET那個網站 那台大師有授權是可以下載那些原文書 那大家可以去上面找 那你如果去那個網站上面找 你應該會看到很多雷達的原文書 那你如果有看到有趣的 你也可以選那一本原文書裡面的內容出來報告 原則上就是不需要報到很難的技術 但是就是把你能夠講的把它講清楚 然後把它做一次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鼓勵大家就是可以先以這個35頁這樣做 變成這些關鍵字 還有這個我在第一堂課的那些 所列舉出來的那些Ribbon 然後以及原文書 大家是可以合法的下載的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快點去尋找 然後下次上課開始就會去問 所以這樣希望大家可以 或者說大家在那個課堂前就可以跟我討論 說你有找到什麼 然後這個如果你不確定它可不可以成為期末報告的節目 你就可以隨時看到Line我或者是Event護我都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先聽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幾分鐘就是會請助教 就是來講一下課堂報告的這個評分的一些策略和標準 那希望就是在場的大家都要參與評分 然後還有線上的大家 不管是旁聽人或者休課程都可以參加評分這樣子 那尤其是休課程你一定要參加評分 因為這也會看到說你今天有沒有出現 好 那就是請大家都一定要評分 然後你自己也可以評你自己 你把你自己評最高分也都沒關係 然後如果說你們是兩個人一組的 有人沒有出現的話 可能就是要再討論一下說 就是之後有沒有什麼補償措施 或者是那個相關的對應方式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兩個人一組的建議你們兩個人都要同事都要報告這樣子 好 那就把時間交給助教 好 那就把時間交給助教 然後我先把這個給助教 好 那那個我其實有先把那個 好 那那個我其實有先把那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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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